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不管是夏天岛运会还是冬天岛运会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建立文化的桥梁 建立在运动上的游义 我在我自己的印象中 在温哥华的冬奥会之后留下的遗产有多个 一个是与世界的联系 我们在温哥华虽然是不能跟北京那么大的城市比 但是我们欢迎世界到我们的后院 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这个留下来的友谊和与世界的关系是最重要的 第二呢我们在运动上的不同的设施非常非常完成 你要是想滑雪的话想滑冰 这些留下来的场所对于本地的人 居民市民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在文化上 在本地的生活上都留下了非常好的遗产